吃谁 大力水手 来 我们吃一个哈密瓜 甜吗 再吃一口 小爹 姐姐跟你说 现在是骨髓移植手术之前 最关键的阶段 所以医生呢 会给你加大药量 让你杀死血液中的病毒细胞 这样才有更好的细胞 来助你的身体 你知道吗 病毒细胞是坏蛋吗 当然是了 所以你要尽量地多吃东西 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 要杀死坏蛋 让这样好起来 孟元姐姐 我知道你为什么 要让我看大力水手了 大力水手只有吃了菠菜 才有力量去打坏蛋 嗯 我们要像他一样强壮对不对 来 嗯 乖 这大红色 是不是太娘了 一点也不 特别特别帅 孟元 嗯 嗯 送我的礼物 嗯 你亲自选的吗 是我自己制的 你自己制的 这剧情不对啊 不是应该女生给男生织围巾吗 没想到你这么鲜亮熟得呢 法律上有规定 男人不能给别人织围巾和帽子吗 只要是你送的 我都喜欢 莫白哥哥 沐妍姐姐 我们三个合影吧 好啊 你来拍 来 让我看看 好棒 小迪 孟元姐姐的骨髓捐献给你之后 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记者 嗯 啊 那莫白哥哥 你也捐点给我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瞧不起我的骨髓 还是瞧不起我直言 因为我要做和莫白哥哥一样的 一生 帮助所有生命的小朋友 小迪啊 身上不管流着谁的血 只要有梦想 就一定会实现 但是啊 不要像以前一样 一天一个梦想 好不好 这是不便了 做医生就做医生 嗯 放心吧 以后我这么聪慧的骨髓 一定会帮你完成梦想的 谢谢孟元姐姐 喂 莫白 喂 吃饭了吗 还没有呢 我刚刚向主编请假了 所以我想在休假前 把我的工作都忙完 你不是答应我 要好好照顾自己吗 我知道 只不过最近网站很忙 大家都有手上的工作 我不想把我的工作 推给别人嘛 嗯 为了你工作吃饭两不误 我专门给你做了营养午餐 真的吗 那你在哪儿呢 我在你楼下 我现在方便上去吗 当然方便了 我等你 那一会儿见 来 什么人那么开心啊 中彩票啊你 男朋友送营养午餐 这么贴心哪 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男朋友啊 这是要虐死单身狗的节奏啊 你来了 我去看看啊 来来来 前方高能预警啊 见你单身狗迅速删走 走走走 免受一级伤害 您一下 哎呀好重啊 这么多 嗯 看看你做的什么 嗯 好丰盛啊 都是你做的 嗯 看看合不合胃口 肯定合 就像咱俩一样 要多吃点儿 之后呢要做各种检查 体能会消耗很多 那你能不能每天都够送营养午餐 只要你喜欢 中饭午饭 宵夜 下午茶都可以 嗯 打不开 走吧 注意节奏 调整呼吸 用鼻子吸气 用嘴吐气 嗯 满血复活 拜拜 哎 来来来 这两天啊检查辛苦了 你多吃点肉啊 吃 吃多点儿 医院规定 晚饭少昏少油 我还是吃醋吧 嗯 就吃两块都不行啊 哎呦 你一肉食动我 让你吃醋 能熬到手术那天吗 违反医嘱是大忌 而且这关乎到 一个孩子的生命 马虎得 嗯 算了 我还是到那边出去 省得看着你眼馋 呦 跟谁学的啊 一套一套的 爸爸 我的头发 真的还能再长出来吗 我可不想当一辈子的小兔子 当然会 等你手术成功了 头发就会重新长出来 那时候 我儿子的病也就好了 一套做完 期术了 我儿子的某也不想到 太多满了 我儿子的传统 是不想和你 一套一个孩子的 怎么和你一眼可 我看看小梁 白哥哥 你今天没有陪孟严姐姐吗 孟严姐姐 今天要入院做最后的检查 现在还在家收拾东西 孟严姐姐从今天开始 都住医院了吗 是啊 她住在哪间密房 她是娟县长 医院给她提供了单独的病房 那等她来了我能去看她吗 当然可以 但是今天孟严姐姐 要做一系列的试验性治疗 和检查 会非常忙 这么漂亮 来 自己看看 戴上帽子 别着凉了啊 爸爸哥哥 这下帽子更适合了 就是你以后 别再送我这种大红色了 可以颜默一点 已经简单收拾过了 小迪呢 小迪怎么样了 小迪啊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了 明天就开始体检 检查结果出来之后 你就要打动员针了 要有心理准备 要什么心理准备啊 我最近已是这么健康 作息又科学 放心吧 体检不会有问题的 我说的准备 不只是调整身体 动员针呢 是提高血液中 血干细胞的浓度的 连续打五天 方便之后的采集 会给你身体带来一些不适 比如头疼 然后骨头肿胀 放心吧 我在网上都查过了 这次捐献骨髓是我自愿的 就算有些不适 我一定可以克服 放心 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林医生 孟严 听说你们到了 我和小迪过来看看你们 你看 孟严姐姐 是不是这几天了 就可以随时来找你玩了 嗯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你要是想姐姐了 就随时过来串门 孟严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你是小迪的救命恩人 你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 你千万别这么说 能够帮到小迪我也很高兴 这是我们的缘分 儿子 这不见到孟严姐姐了 你不是要谢谢她吗 快说呀 孟严姐姐 她们说 你跟我移植了 干细胞之后 我就跟你是一样的血型了 那以后我们会不会 越长越像了 对呀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那太好了 我以后就成为孟严姐姐的小孩了 你不是我的小孩 你就像我的弟弟一样 然后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 像亲姐弟一样 谢谢 谢谢你让我不会死掉 我好开心 因为救我的人是孟严姐姐你 我的开心比本来的开心 成语是那么多 应该是姐姐谢谢你 给了姐姐这次机会 我还要谢谢莫白哥哥 他是一生 我一直都很害怕见到一生 莫白哥哥是我最不害怕 最喜欢看到的一生 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一直陪在我身边 就像我的家人 和爸爸一样亲 小迪啊 照顾你呢是我的责任 就像爸爸爱你一样 是他的使命 你最应该感谢的 是你爸爸 爸爸 你不要难过 虽然你很少陪在我身边 可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爱 我就一点都不害怕了 本来我以为我是个不好的小孩 妈妈和爸爸都不想要我了 是莫白哥哥和孟严姐姐告诉我的 爸爸比任何人都想陪在我 在我身边 是为了给我治病 要赚钱 才离开我的 爸 那我好了 等我长大了 我会照顾你 再也不知道你那么辛苦了